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是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跟我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 好 我们这一节课继续学习 第四讲Linux常用命令 在上一节课里面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全线管理部分的命令 给大家讲解了Change Mode 怎么样来改变一个文件的全线 怎么样来使用加减等号的方法 或者使用数字的方法来更改文件的全线 以及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Linux里面基本的RWX权限 对文件和目录分别具有什么样不同的含义 这是我们在这部分全线管理命令里面 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其他全线管理命令的讲解 既然一个文件 它的全线属性是可以更改的 那么它的所有者 它的所属组也同样是可以更改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命令 关于怎么样来更改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这条命令呢叫Change Owner 那么所有者嘛 可以称为叫owner 属主或者是叫优者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谁可以更改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 我们上节课呢 给大家讲过 如果我们想改变一个文件的权限 只有两个用户可以 一个呢 就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一个呢 就是管理员 root 只有这两个用户可以改变文件的权限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用我们 一个普通用户叫林志玲 登录过来以后我创建一个文件 假设我创建这个文件呢 可能叫 比如说叫ABCD 这个文件创建完了以后啊 它有一个默认的权限 那么我们如果想改变这个权限 作为这个文件所有者是可以的 假设说我给它改成 777 这是可以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改变一个文件的权限 文件的所有者和管理员root都可以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改变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这个操作 是不是也像改变权限一样呢 我们先可以做个实验 其实它的格式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想改变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只要用changer owner 先写上你要改变成哪一个用户 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再写上你要针对哪一个文件 做这个改变就可以了 比如说 现在啊 我刚刚用普通用户 林志玲 创建了一个文件 叫ABCD 这个时候如果我想改变它的所有者 我可以直接这样做 changer owner 再写上你要把它的所有者改变为哪一个用户 比如说改变成root 再写上你要改变的这个文件的名称 回车 这里面会有一个报错的提示 他提示 这个操作是不允许的 这个操作是不被允许的 也就是说 即便你是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在现在的Linux系统里面 你也并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改变 那么谁可以做呢 管理员root 可以做这个操作 比如说呀 刚才我们看到 我在-home-林志玲 因为我没有指定它的绝对路径 所以就放在 这个用户的宿主目录下面 应该是在这 这是我们在之前讲命令反复强调的 我们如果用一个命令 进行一个操作 比如说touch 创建了一个文件 没有指定它的绝对路径 那么这个文件就存放在当前目录下 但一个普通用户登录过来以后 它缺省的目录是哪一个呢 就是它自己的加目录 也就是-home-林志玲 在林志玲的家里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root来做这个操作 我把它的所有者改成root 改变的是刚才我们尝试改变的这个文件 ABCD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操作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一点 在Linux系统里面改变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只有管理员root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什么时候需要改变 我们前面给大家举过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今天呢 沈昌老师有事情没有跟我录制这些视频 他在忙着写一个我们兄弟员服务器上面的上有脚本 但是啊 可能他没多久 他要出差 这个脚本后续的工作要交给我来完成 那么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授权方法是什么呢 他把这事全权委托给我 他只要把他自己创建的这个脚本的所有者 他用管理员root的身份 把这脚本的所有者改成我就可以了 我就具有全部的操作权限 然后我帮他完成他后续的工作 就可以这样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好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改变文件所有者 这个命令的一个格式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好 我到临时目录下面 那么我创建一个文件 假设创建一个沈超老师很喜欢的这个凤姐 touch一个凤姐 那么创建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啊 这个文件已经建立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看到他的所有者是root 假设说呀 现在我想变更一下他的所有者 我们前面呢 在上节课讲过要添加一个用户 这也可以用uzaid来做一个添加 我添加一个用户叫沈超 因为我这个实验里面不涉及到一些验证或者登录操作 所以我就先不给密码了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现在呢 想把凤姐 把他的所有者改成沈超老师 那么我就可以使用趁着owner 先写上用户名 先写上用户名沈超 再写上你要把哪一个文件的所有者做一个改变 凤姐 然后我们回车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再看凤姐这个文件 他的所有者就变成了亲爱的沈超老师 这个呢是一个很简单的命令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呢你想把这个凤姐这个文件所有者改成李明老师 我们做这样一个操作 这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提示呢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提示证明你的secure下art里面中文设置还是有问题的 那么很可能呢在这里面我们选择的是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utf8 好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操作 你发现呢我想把凤姐 把他的所有者改成我自己改成李明这个用户 他会提示你无效的用户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在系统里面我根本就没有创建这个李明这个用户 所以你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虽然你做实验可以随意的去做 但是呢你要给一个文件改变所有者 前提是这个所有者里真的存在这个用户啊 不能说这个李明用户都没有 然后你硬捏造一个把凤姐非要改成属于李明的 这不可能的 那么凤姐永远是沈超老师的吧 因为沈超老师已经在这个系统中存在一个账户叫沈超 而李明这个账号在我的系统里面并没有创建 所以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这个用户必须是系统中已经存在的 你可以用user id 可以用user id来添加一个 可以这样做 好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tenderowner怎么样来改变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既然文件的所有者可以改变文件的所属组 同样也可以做一个改变 这条命令呢 也很好记 叫change group 改变一个文件的所属组 跟改变所有者的命令 格式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使用change group先写上组名 再写上文件和目录名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改变了 好 同样呢我们还用刚才的这个文件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看一下凤姐这个文件 哎 他默认的所属组呢 是root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改变 我想添加一个新的组 这个我们后面在用户馆里会详细讲 前面呢为了做实验 我们就简单实验一下 有一个添加组的命令叫group id 你看在linux里面很多命令 其实是很好记的 添加用户 优则id 这个语义非常的直观 添加组就是group id group id 我添加一个新的组 假设叫lamp brother 然后我把这个组里面 把兄弟联的男老师都加进去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呀 我觉得呀 凤姐应该属于兄弟联所有的男老师 而不是root这个管理组 那么我就可以用change group 把这个凤姐改成属于lamp brother这个组 lamp brother 然后再加上凤姐 那么我们ls看一下 这个时候凤姐 他的所属组就变成了lamp brother这个组 就可以更改他的所属组 就可以更改他的所属组 那么这是呢 我们怎么样来改变一个文件的所属组 这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你已经把组建立好了 把兄弟联的很多老师都加进去了 可能有高洛峰老师 要有张涛老师 等等都把他加进去了 这个时候啊 你希望这个高洛峰老师 张涛老师等等 他们能够对凤姐这个文件做什么操作呢 默认你把lamp brother这个组的权限 你会看到他只有独权限 但是你可以给他授权呢 你希望兄弟联的这个 老师们这个组 对凤姐这个文件能做什么操作 你可以给他增加权限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 你可以把他组的权限加上一个W 假设说 这个时候 lamp brother这个组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对这个文件都增加了一个写权限 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要改变一个文件的所属组 因为你可以更改他的组的权限 组里面每个成员都享有这个组的权限 那么具体的权限设置 后面我们再详细去讲解 前面呢 我们先掌握最基本的权限管理命令 怎么样来改变一个文件的所有者 怎么样来改变一个文件的所属组 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一节课 需要大家掌握的两个最基本的权限命令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需要掌握的另外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比如说呀 现在我要创建一个文件 我要创建一个文件 我touch一个 我跟沈超老师的口味不太一样 他比较喜欢凤姐 可能我喜欢的跟他不太一样 假设我们touch一个刘亦菲的 我touch一个刘亦菲 这个时候呢 这个文件默认的权限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清楚 看一下 诶 默认权限是这样 那么 我们在make.dir一个目录 假设我们make.dir一个目录 叫美女 这个目录的权限又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要查看一下才能获知 但是问题是这个权限我们并没有做设置 它肯定有个缺省的设置 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change mode的更改 创建的时候它默认就有了 这个权限是谁来定义的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命令 但在讲这个之前 大家需要作为了解知道一个小的知识 一个文件的所有者和所属组是哪来的 文件的所有者很简单 正常来讲 谁创建了这个文件 谁就是文件的所有者 所以我用root创建这个文件 root就是文件的所有者 如果我用普通用户创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 我用林志玲来touch一个文件 比如假设说 我touch一个f4的文件 这个时候f4这个文件 它的所有者就会是林志玲 对吧 所以谁创建的文件 谁就是文件的所有者 那么问题是这个所属组是哪来的 这个所属组是哪来的 你记住 一个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组 但是它总有个缺省组 就像现在呀 可能我的名片上印了很多个title 那么不同的职位 我为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炫耀 把所有的职位 所有的荣誉都印上去了 包括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跳起比赛得了第23名 我都把它印上去了 那么问题是我做一个缺省的主要的职位 比如说我是兄弟联的老师 这个是在我名片上面最醒目的位置 好 那么这个就叫做缺省组 每个用户创建文件的时候 它的所属组 就是这个用户的缺省组 每个用户只能有一个缺省组 所以它创建一个文件的时候 它的所有者就是它自己 就是文件的创建者 它的所有组就是这个文件创建者的缺省组 就是这个文件创建者的缺省组 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权限这个话题 谁定义了一个文件默认的权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命令叫umask 这个命令叫umask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最常用的一个选项 叫umask-s 它可以显示新建文件的缺省权限 使用umask-s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新建文件默认的权限是 u等于rwx g等于rx o等于rx 所以这时候你新建一个目录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 我新建了一个目录 那么比如就叫lamp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权限 真的就是rwx r-x r-x 跟umask-s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我再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那么假设叫范冰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范冰冰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怎么它的权限不是rwx r-x r-x呢 而是rw-r-r-r- 那么这里面大家要注意 我现在是touch了一个文件 并不是什么wakedir touch创建的是一个文件 并不是一个目录 那么有同学就很困惑 为什么跟umask的值不一样 很简单 你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rw-r-x r-x 相比这个目录的权限 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写在一起 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少了 每个用户的权限费上 都少了一个x 什么意思呢 在linux里面 权限管理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 确减创建的文件 是不能具有可执行权限的 所以虽然你touch创建了一个文件 但是你会注意到 它把x都去掉了 就变成了rw-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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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linux系统里面 任何新建的文件 都会把可执行权限去掉 所以其实umask的值 还是这样 但是呢 因为是文件 不具有可执行权限 所以权限就会表示成这个样子 那么有同学问我 说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想象一下 基本上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病毒 木马 攻击程序 它肯定应该是可执行的 如果这个东西是不可执行的 那么可能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基于一定的安全性的考虑 在linux系统里面 默认新建的文件 是不具有可执行权限的 所以这个大家要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那么 如果我们今天出一道测试题 umask得到一个权限值 然后问你 我touch一个文件 权限是什么样 千万不要忘记 它是没有可执行权限的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的同学直接执行umask 会得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值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面有四个数字 0022 第一个0是特殊权限 这个我们在后面单独的章节里面 会给大家介绍 这个特殊权限有哪几种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后面的022代表我们正常的权限 所有者 所有组和其他人的 但这个写出来呀 感觉很奇怪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权限写出来 0是三个杠 2是-w杠 -w杠 也就是说所有者 什么权限都没有 然后呢 其他人和所住组 有写权限 但没有读和执行权限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但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呢 有的书上把它称为 叫做权限研码 也就是说呢 真正的权限 其实一个缺减的权限 那么是用777 减去这个022 得到的值叫755 755写出来才是默认的这个权限 是这样的 也就是我们使用UMASK-S所看到的 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在现在新的Linux系统里面 已经可以使用大S选项 直接看到一个非常直观的 这样的一个缺省的权限值 但是要在一些早期的UNIX系统里面 可能并不支持大S这样的一个选项的一个查看 那你可以使用UMASK查看 看到几乎在所有的 应该说是在所有的UNIX和Linux里面 默认的新建文件的权限都是022 但是其实它真正对应的值是它的研码值 叫755 那这个呢 大家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那么这里面假设我们做一个实验 如果我觉得755这个权限不合理 我觉得最合理的权限可能应该是这样 RWX R-X R-X 假设说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当然只是假设 我希望以后每次新建的一个文件权限都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怎么做呢 先把这个权限对应的数字写出来 752 这是4 那么我们要想设置权限的时候不能用这个值 你需要用777 减去这个754 这就等于023 也就是说你要把Umask只改为023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以后每次新建的文件都是这个权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改呢 Umask 加上023 我们再用Umask-S看一下 这个权限就改成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 其他人我们只给他R读的权限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新建一个目录 看一看这个测试是否成功 我makeDNR一个test makeDNR一个test RS-LD看一下test的目录 注意观察 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改变为我们想要的那个权限 RWX R-X R-X 跟我们想要改成的缺省的权限是一样的 RWX R-X R-X 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缺省创建文件的权限是可以更改的 但是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所以做完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改回来 我个人认为呢 新这个在Linux系统里面 默认的权限就是比较合理的了 好 这是关于Umask命令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简单的回顾总结一下 大家记住 我们在新建一个文件的时候 比如说 不管是makeDNR还是touch 我们在新建一个文件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文件有一个默认的权限 这个默认的权限是通过Umask来进行定义的这个缺省的权限 那么默认呢 记住都是755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它的所有者是这个文件的创建者 这个所属组是这个文件创建者的缺省组 那么当然了 我们可以用ChangeMod改变这个文件的权限 我们可以用ChangeOwner改变这个文件的所有者 我们可以用ChangeGroup改变这个文件的所属组 记住只有文件的所有者和管理员root可以更改文件的权限 但是只有管理员root可以改变一个文件的像所有者 只有root可以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做实验的时候 你不管是改所有者还是改所有组 这个所有者和所有组必须是已经存在的 好 这是呢 我们在权限管理命令里面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基础的内容 那么再多说一句 在我们后续的课程里面会对Linux的权限做更权威细致的讲解 在前面呢 我们刚刚接触Linux 只是做了一个最基本的Linux权限的一个了解 了解最基本的常用命令和一个简单的权限设置 但Linux它的权限并不是仅仅如此 后续课程我们会再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说Linux微信公用账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